又发生了博爱座礼让纠纷 当时有两名男子搭乘高雄捷运 但是站着的阿伯却请 坐在博爱座上的年轻人让座 但是明明在一旁还有其他的空位 年轻男子不满高分被回呛 结果双方是越吵越激烈 为什么 那不是没有位置可以坐 长辈 长辈有位置可以坐啊 捷运上两个人大声互呛 阿伯站着开口就对这名年轻人进行说教 有位置让你坐你就坐 这个是进牢 这个是没有位置的时候让给你们坐 现在有位置请你们坐 但年轻男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眼看一旁空位至少还有两个 叫阿伯直接坐在空位 但阿伯说什么就是不肯 博爱座不是你专有的 是我们老人在座 知道吗 我乱得跟你吵 你骂我啊 越吵越烈男子提高音量 阿伯爆粗口同车厢乘客出面劝架 按紧急通话器请司机员帮忙 原来两人为了博爱座意见不合 不用这样坚持 有汤桌就好了 博爱座就是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坐 我觉得老伯伯他可以坐其他的地方 应该你要尊重老人 我们一下就好了 深发的高雄捷运上 28号晚间车厢有人吵架 站长为此在下一站上车 但究竟博爱座该让谁坐 博爱座的设置原则 是优先礼让给老弱妇孺 及有需要的人士使用 当车厢满座时 若无前述优先使用需求之民众 一般旅客也是可以使用 有礼让原则 但也没限制一般旅客不能坐 让不让有没有变成道德绑架 谁对谁错引发热议 接下来是明镜当明告示报道